这里是澳洲中文电视台 澳洲朋友大家好 我是女排运动员魏秋月 我现在正在接受 澳洲新快纯美集团的采访 也是希望大家可以更加的关心体育 更加的关心排球 对 我是第一次参加以党代表的身份吧 我觉得自己还是非常的荣幸 也是作为运动员来讲 也是感受到了 国家对于我们体育的支持 我自己也是感觉责任重大吧 你能谈谈就是你当时坐在 坐在那个会场里听报告的时候的感受吗 我觉得总书记的报告内容 还是非常的丰厚 对于我来讲 肯定还有很多需要学习 包括进一步的去贯彻学习的地方 还有很多 自己也是在努力的吸收里面的养分 也是尽快的希望自己可以成长起来 为体育 为中国的体育做一份自己的贡献 因为我是应该可以讲是08年入党 到现在应该也是有9年的党龄 应该也不算很短了 对于我来讲 肯定还是非常荣幸能成为中国共产党员 再有就是希望可以履行好自己的职责 因为我也是刚刚退下来 然后对于未来的工作 也是希望可以为体育做一份自己的贡献 也是希望可以 无论自己在以后的哪一方面的工作上 都可以发扬女排的一个精神吧 我觉得首先在30年前 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 然后我觉得国人对于女排就有一种浓厚的女排情结在 我觉得在那个时候 可能大家对于中国女排 然后对于女排的精神 就有一种鼓舞国人的一个作用 到以至于几十年过去了 国人仍然对于排球还是有深厚的感情 而对于新一批的女排来讲 也是不断地在传承 然后学习这种体育的精神 我觉得现在中国的排球发展也是越来越好 先是首先国内的超级联赛 也是有外援转入 包括我们自己的球员走出国门 然后也有个很好的交流 对于整个的排球的发展还是非常快的 前景也是非常的美好 包括整个中国排球在于世界的地位 现在整个排名也是非常的高 我觉得还是想对海外的一些同胞 包括中国的一些华人 因为我们长期在国外征战比赛 也能感受到国人对于我们的喜爱 特别是每次在国外比赛 当五星同行冉冉冉升起的时候 所有的现场中国同胞 一起跟我们高唱国歌 那种民族的自豪感 我觉得还是让我们非常的感动 也是现在国家也是在开展一带一路 希望可以把中国的文化传播出去 包括中国的一些体育精神 也可以让国外的很多中国同胞 一起来感受体育 给大家带来的魅力 感谢观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